经常有同学问,荒野大标课2在PS5上是什么样的分辨率,什么样的帧率,有没有4K60? 那咱们这个视频看一下,顺便我们把只狼,战神4,美墨2,神秘海域4,这五款都是PS4游戏,有的可以升级到PS5版,具体是什么样的分辨率和帧率,咱们逐个看一下,信息来源这个网站。 相看大标课2,游戏在2021年1月4号做过升级,它对PS5做过改善,支持HDR,支持超采样。 在PS5上是2160C,不是2160P,帧率是锁了30帧,那不是原生的4K,是动态分辨率到的4K。 它在PS4 Pro上是2160C,分辨率是一样的,但帧率是30,在PS4上是1080P。 帧率是25到30,再看只狼,它对PS5做过改善,支持HDR和超采样。 只狼在PS5上是1800C,不是2160P,是介于2K到4K之间的一个分辨率,而且也是动态的,锁了60帧。 在PS4 Pro上是1800C,但帧率不稳是40到50。 在PS4上是1080P的30为目标,看来帧率不足30。 好,下一个战神4。 战神4对PS5做更新,支持HDR,超采样,还是索尼独占。 因为战神4是索尼第一方的游戏,所以说它各方版优化都会好一些,比较积极。 在PS5上的分辨率是2160C,一个是锁60,一个是锁30。 在PS4 Pro上是2160C,质量模式是30,性能模式是1080P的40到60。 在PS4上是1080P的30为目标。 好,再看美墨2。 它为PS5做过升级,做过改善,支持HDR和超采样,索尼独占。 它在PS5上的分辨率是1440P,是2K,并不是2160C。 2160C是比1440P要强的。 PS4 Pro上也是1440P,是30帧为目标。 在PS4上是1080P的30帧。 最后咱们看一下神秘海域4。 这款游戏和前面四个不一样,它有PS5版本。 它对PS5做过升级,而且它还分开了两个版本,它有PS5版, 支持Dawson's功能,就是那个手柄,不支持光追。 也就是说,这款游戏它有一个小型的PS5版。 它在PS5上原生的,这指的是它的PS5版本,是2160P, 质量模式是锁30,1440P性能模式是60,1080P性能模式是120帧为目标。 这是PS5版本。 那PS4版呢,是2K,一个人的主线剧情是锁30,1080P锁60。 这是它的PS5上的一个效果。 那合着还是PS5版本会更好一些,至少有一个1440P的60。 它的PS4版,在PS4 Pro上是1440P的30和1080P的60,这是多人模式。 在PS4上是1080P的30和900P的60模式目标,这是30模式目标。 这几款都是PS4的大作,况且如此,其他游戏你们心中也有数了吧。